在影片还没开始前 拜托帮忙按个赞 谢谢 你看这个天啊 一下子热一下子下 一下子热一下子下 你看 旁边这里 又是影片 现在有两三地一地 现在又 你看 我刚才在搬这个 这个认得这个嘛 这片 这些 哇 你看嘴巴还有泥啊 这原本是我们留在后面的流点盐 过后现在穿下来用 然后现在家那边要换屋顶嘛 我们就拿去 废物 不是废物的用啦 就是拿一 再循环啦 不用再买了 因为已经有了 而且这种蛮厚的 那种工贴瓦的 可是有种啊 要补哦 就叫那个工人补 就省钱啦 不用再买了 你看那个狗 给他们这样多鸡头 全部都不要扯 这个你看卡不大了这个 没有风了 然后去打 这个要怎样拆我都不懂 这个打风了 快快打先不要掉 它坏了 又麻烦了 整体要换 这个楼梯给他们做工 可是你看这些全部都是 这时候你们猜 给你们猜 三秒钟 一二三知道吗 这是燕子大便 就是啊 才燕我用的那个楼梯啊 你看地上全部都是水啊 那水分都够啊 都不用浇水啊 完全 绑了一个狗啊 它跑出来的 它跑出来的那边 又欢迎收看最新鸡的爱玩热场 我回答一个疑问 很多人问我 为什么要绑着那个狗啊 为什么要给那个狗自由跑 那个狗 你看呢 它自己跑掉了嘛 它就跑去我们工人的 那边住的地方 工人住的地方 因为它就咬到那些裤子啊 全部工人的东西啊 全部它咬到完 然后它不习惯住这里嘛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绑它在这边 给它习惯在这边 以后咯 它就生活在这里了 后后 它就不会乱乱跑了 所以我们就暂时绑它先 不是长期绑它 而且 你看那个 整个条件也不错的 就是 有 那个 屋子啊 遮蔭啊 然后有给它狗吃 每天都来给它吃的 你看它看到我们还是很兴奋的 一直跑来 可以吗 所以我们就把它绑在那边 因为前面那边还有那两只小狗住嘛 就怕它们打 因为它们不缠在一起了 我们就把它分开来 然后给它顾这边 这边 哇 现在太阳出来了 拍榴莲圆就是爽 就是很美 哇 那草也 那个 那个 那个花也越来越高了 当然树也是越来越高 它出很多那种新的 叶子 不知道大家看到吗 你看 现在 新的 这些全部出新的那碗 驾长它的链啊 哦 把驾长它链 给它自由制造的好 看这里的草全部空了 看完了还有巴价那个tractor 走过一次割完这里的草 不然的话 因为我每天现在要 要来喂狗嘛 所以每天要走过这条路啊 太多草了 就接一次割完你看 就清洁了 它现在住着别墅 那个 很舒服的 自己一个人住 没有别的狗跟它抢 哇 离开了一个大道 好美哦 每次来哦 都会看那个树哦 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看上面又找了 因为我刚刚从Joh后回来嘛 今天第一天进盐 这几天都要忙装修屋子 不是我记得我们的屋子 我记得屋子还没有开工 现在是装修这里的 因为下雨下雨啊 屋顶全部啊 去修到完 可是还好是榴莲盐 现在这段时间也没有什么 需要去很 很花时间 因为工人有在做嘛 所以我们就来看嘛 然后全部你看出很多这种新的叶子 知道吗 真是超多 所以你可以看到上面全部都是出的 行啊 所以那个树一直在茂盛 我跟你讲 那天我回来拍的时候都没有像这样 今天又再出更多了 所以啊 像我看上去 全部都长很多 长很大 大家还记得那天有人送两桶 那个Pine Lab 的那个销树 因为我不在嘛 所以我把他已经打了 他讲 哎 打了蛮不错这样 这里 之前我看他的Facebook 他们也有写啦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所以可以去那个 呃他的Facebook那边去询问 他会送那个Sample给大家试看 这些就是给他打了 哎真的蛮不错的 叶子也是 变健康掉了 看也出了很多新的叶 这几棵 这棵还有旁边这棵啊 那棵也是啊 小棵几棵 你呢 带手 因为他给两桶了嘛 所以我们就不可以打太多 你就是打这几棵 小树啊 就有打了 这棵也是有打 不错一下啦 就 如果是 好的我们当然是真心推荐给大家啦 销数 这个销数 如果 因为我 我 只是他说 剂两桶的那个来给我不了 我也没有说 去 呃 了解他整个公司啊 他是叫 我那边有instruction吗 只能去打我就跟着去打不了 然后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他的 Facebook啦 去寻找他 PineLab 我会放连接在我的下面那边 大家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去看 然后PineLab如果看到的话你要继续什么社我可以继续什么社我的 这一刻我把它讲那前几天下雨下太大啊 这里稍微有寄水一点啊因为 勾没有拉走嘛 现在还有一点暖暖 寄水啊你看这树就 就完蛋了 嗯 哎 我看不太有机会啊 寄了一点水啊 像他磕的 你看天气这样撞了 我们也是有起小小的香 可是因为他寄水高一点就就 伤到了 你看他都没有淹到的啊寄水在下面这里他都已经中招了 希望啦这几天开始又热毁了 晒下太阳希望他好回因为有时候 树啊开始长了啊他的个沟啊被盖掉因为久啊 一整天他就没有水没有跑啊没有跑啊 他就寄在这边而且一直联系下大雨啊所以有时候 就是你没有下雨你不知道会寄的啊就是下了雨才知道 最近功能是 修草啊就 不要清洁 对啊 哇 在大家灌榴莲盐啊每天都是灌榴莲盐 我们很多种新的屋顶坏在这边你看 才几个月不了全部长起来上来了 砍掉 你看全部在下面 新的到晚了 大家看看那个木树 下面全部长出来到晚了 现在给我把它砍完 不要拍给大家看 大家看那个木树 都已经外露了 很多呢这上面全部都是 就整堆整片都是在那边都是 全部都是 都没有刺的 重了就让他在这边 这样子 长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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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屋子去了 他们也不用来收拾 就要把这个叠起来 然后放这样子坏呀 下一板全部塌好就让别打板因为笨 因为你放这了9个就坏了 收拾好放在旁边之后要用 全部都是签来的 买相多片的乱丢 我把页开页上瘾啊开到里面去 真的 我不明白生的这样多 不到屋子啊这些工人啊他们不会去收拾的 你自己要来收拾啊 种好像多木树 后面是香蕉 又要花钱了 这个去修 我一直忘记我一直踩到 我第一讲前几天撞到那个山珠啊 给他弄坏了这边 所以整个 又重新去锁过绑筋 这个就是脱掉了 我刚已经把它弄上来了 然后又忘记又踩到 暂时把它固定回去吧 然后再去找人家弄 然后锁回 不可以踩啊我一直忘记一直踩一直踩 要脚短吗要上去这个车踩一下 一直踩到 给我把他驾 然后我一直踩到 之前有看我的vlog的人知道啊 是可去年呢他生很多粒嘛 自从生完之后啊 他就变得有点黄黄的样子 这个是棵树 还有叶子啊什么黄 现在过了雨季啊你看全部又清回了完了 就变得很健康回了这个老树 这个上次生 的时候下下我接过的时候啊好像葡萄这样啊 大家记得吧你看我之前的vlog 之后跌下来有差不多四五百粒啊最少 真的蛮多一下了 这之前接的时候有整千粒 小小粒了啦 就开始跌到大粒的时候差不多有 四五百粒 小小粒 因为它很小粒嘛 所以我们叫小玲珑 现在又清回了这几棵老树又在清回了 之前呢有点带黄了可能生太多了 我这棵工人前面的这个树啊也是 你看下面那个这里啊全部是 倒开来的 一直在长一直在长一直在长 哦对了我们的椰子我们去看 你看我爸还在那边开辟那边 那在拍椰子给大家看 可是 距离跟 哎呦 哇 你看 应该差不多可以喝了 你看 中到已经下来了 把这椰子可以喝啊 好像老了哦 别喝了 你看这两粒很老很大粒一下 哪一粒吧 没有得帅气的 割下这个椰子 割不到吗 割不到 不利 这刀不利哦 还不是 他们都不会珍惜 直接砍掉两个 后面那棵也是大粒了 这两粒 哎呀可以喝了啦 哇很重现在好了 你看上面这里有长 哪两粒回 这边有两粒四粒 后面那边 哇很重下的 收获两粒也只 终于啊 叮叮叮叮 好啦 先拿先 去走 今天的Vlog 你可能 就会在这里结束还是什么 因为 我们拿回去给东西给人家修 所以这个很简单的一个Vlog 屋顶拿下来了 看啊 放完这上面的屋顶 这是 我的 从小在这边长大的家 就讲 这个芒果树 芒果树生 很恐怖哦 生很多 然后 这个树 我家狗的龙 这是 我家小时候 发的office 因为这个地很大啊 从小的时候 在这里剃球 从小这边长大 然后这里是厨房 号车 并并小小 现在整个屋子里面很乱啊 弟弟在里面首饰 因为 人家刚刚退租 然后我们首饰 租给人家 他们就把屋子 用到有点乱 烂 弟弟在里面 还是beakum 这是 厨房 这个以前我们有工人嘛 有工人小房 这个饭厅 这是我妹以前的房间 旧屋啦 小小间的 然后厕所 动用的 多一些房间 这里就是一个 小偏偏 以前这里放一个钢琴 我们妹那边念钢琴 然后客厅 然后爸爸妈妈的房间 是客厅吗 我的房间最特别的 房间是这边 这就是我的房间 servie store Dent bedroom 一直裡喽 这是管电脑的地方 这这间就是我的房间 这整个 我的房间最小的 整个家里面我房间最小 可是这就是这里最爽的 因为我是跟他们 隔开来的 他们是那边的嘛 所以我关着这个门 过这个躺住 空间 基本上是我的 所以这以前是我们的书房 简单 theme 有一個舊家的一個House Tour 我是在這個房間長大的 我小時候這邊長大 好啦 今天vlog到這邊了 我們下一期再見啦 拜拜